股市中唯一不说谎的一个指标就是成交量 学会了成交量 我们就可以精准的找到股票的买卖点 今天我们通过主力的视角 给大家分享经典的成交量买卖战法 大家好 欢迎回来赵云露财富分享台 跟赵云露学炒股 我的股票我做主 第一次收看的朋友 点赞订阅的同时 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便收到我们最新的干货知识的分享 经典的成交量卖法 今天讲的内容 我们从股市最基础的四个要素 就是量、价、时、空 量代表的是成交量 价代表的是股价 时代表的就是股价的一个周期 空代表的是股价拉升的高低 今天给大家讲到的是成交量的经典卖法 建议大家收藏本视频 以便反复的观看实战 首先来看成交量和股价 量价关系 非常经典的四个买卖绝技 量增、价平、转跌 量增、价升、买入 量平、价升、加仓 量平、价跌、出局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量增、价平、转跌 这里是指成交量有效的放大 但是股价却不成比例的上涨 通常是转跌的信号 在这里成交量不断的增加 但是你发现上方的股价 却没有成比例的上涨 通常代表的这个位置 就是阻力在高位出货 从量价的形态来说 这是转跌的一种强烈的信号 股价开始持续下跌 成交量也逐渐开始萎缩 这是讲的第一点 量增、价平、转跌 我们来看一下谷歌 在2021年10月29号 到2023年3月31号的周线图 在这里一根蜡烛代表的是一个星期 大家看在前期这一段时间 量能是持续的放量 但对应的股价却是走平 这就是量增、价平、后市 就是转跌的信号 那么谷歌从这一波的高点 152块1持续下跌到了83块4毛半 在这一个量价经典的实战方法学会之后 像这样子大幅度的回测 我们就可以成功的去规避 再看第二个 量增、价升、买入 这是比较常见的积极买入的信号 这个给大家重点来讲一讲 你会发现当股票在跌到相对比较低的位置的时候 会看到下方伴随着成交量突然之间开始启动 特别是如果出现了翻倍的成交量 这就是倍量 同时在上方伴随着中阳线的出现 这种位置往往是量增、价升 是一个强烈的买入信号 就代表了阻力在此时 这种位置要开始拉升股价 果真后面就开始往上走 下方的成交量温和的增加 推动股价连续创新高 这是一个典型的量增、价升、积极买入的信号 这种信号一旦出现 股价就开始连创新高 在平时的交易中 你会经常遇到量增、价升的买入信号 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在2023年1月6号到2023年3月31号 这一段的日线走势图 在图中非常明显的底部启动的位置量能放大 同时对应的股价上涨 这就是量增、价升 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介入信号 在这种位置有效的进场 那后期翻倍的收益就能够持续的拿到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量平、价升、加仓 这种现象一般是多空博弈之下 一旦量能出现快速的放大 就表明博弈中多方胜出 主力开始入场建仓 这就代表的是股价在缓慢的增加 但是下方成交量是平的 如果出现了成交量的增加 就代表真正意义上是多方开始占优 一旦成交量能够跟得上 这个股票后期大概率是要上涨的 所以大家把这种形态理解一下 股价不断创新高 在前期代表多方肯定是占优的 但是还没有出现大涨 是因为成交量没有跟上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 当成交量一旦开始放量 而且股价一旦开始突破前期平台 创出前期的新高 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主力 真正意义上要开始拉升的信号 在此时介入 股价开始连续上涨 这就是多方占优的非常经典的形态 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 在2022年10月21号到2023年3月31号的周线图 图中的这个位置 在101附近对应的量能是走平 股价是往上走 随后量价齐升 开始了大波段的翻倍的启动 再来看第四个 讲的是量平价跌要出局 这是我们很多人在操作的时候 容易迷惑的地方 股价连续创新高之后 到底在这种位置是需要出局 还是要等待二次反弹呢 在股价持续下跌 成交量却并未出现相应的降低 大概率是主力已经开始出逃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要及时的出局 这就是量平 但价格已经明显的出现了下跌 这种现象代表的是主力在高位 要出货的一种形态 那么对于我们中短期的投资者来说 我们应该在高位及时止盈 把已经赚到的利润 更好的保护在自己的账户中 来看英伟达在2022年8月15号到2022年10月12号 这一段的日线走势图 在图中非常明显的股价已经创出了新低 不断的往下走 但对应的量能却是走平 这就是量平价跌 那后期大概率它还是要继续往下走的 所以在这之后股价从高位191到再一次跌破这个小平台167 一口气就跌到了112 那如果我们知道了价跌量平 后市看跌 是不是在这种相对的高位 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套利 后面再怎么跌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成交量是推动股价上涨的原动力 市场的有效变动必须要有成交量的完美配合 量再价先 说的就是先有量再有价 那么量价之间到底如何来分析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量价关系的三种经典 一量升价起 二量缩价跌 三量价背离 先来看量升价起 指的就是价格在拉升的同时 成交量一定是放量的 任何一个无量的上涨 都是股价快要见顶的信号 这个股票的主力 想要让股价大幅的上涨 下方的成交量大幅增加 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先决条件 量升价起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当股价在下跌的时候 成交量自然是要回缩 这种下跌叫做洗盘 量缩价跌 当股价在下跌的同时 下方的成交量自然减少 就说明市场中人气并不是很旺盛 就会形成量缩价跌 而往往缩量下跌 这是主力洗盘的标志 它并不是真的要出货 因为大家都很珍惜手中的筹码 不舍得卖 所以量能才越来越小 这就是吸收的一种表现 一旦洗盘完毕 经典的信号就是量能 洗到前期高量四分之一的位置 这就是一种极限洗盘 后期随着股价的放量启动 又开始下一波大阳线的拉伤 再来看量价背离 在途中股价在创新高 但是下方的成交量却是一直创新低 这就形成非常经典的价格在上涨 但成交量却在创新低 形成严重的量价的顶背离 量跟不上 那价格自然就是见顶的信号 特别是在顶背离之后 出现明显的大阴线 这就是最后一次离场的机会 离场之后 股价就会开始出现暴跌 这是非常经典的量价背离 像这种股票在底部也会经常出现量价的底背离 也就是股价在创新低 但是成交量却在悄悄的创出新高 就形成股价跟成交量非常经典的量价底背离 在所有的背离当中 量价背离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种 一旦出现这种形态的量价背离 我们就要注意高位是出逃的机会 低位是抄底的机会 这就是量价之间的经典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在2022年12月1号到2023年3月31号的日线走势图 在这一波很多朋友都很懊悔 股价从101块8毛1拉升到了217块6毛半 成功的翻倍 但很多人失之交臂 我们来看在启动之前它出现什么信号呢 在股价持续下跌创出新低的同时 对应的成交量却是不断的放量 量价形成非常经典的底部的背离 那随后这一波翻倍的行情我们就可以把握 什么时候要离开呢 如果是中短线投资的朋友 在股价上涨的过程中 当你发现股价高点高点是在创出新高 但量能的高点高点却持续在走低 这就是经典的量价顶部的背离 顶部背离出现之后 我们就可以先落袋为安等待下一次机会 好 把这个用法看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学习四个非常经典的量价关系的实战口诀 记住这四个量价经典的口诀 小白也能变成大神不再被割韭菜 第一个 高位无量就要拿 指的是股价经过连续上涨之后 你发现高位股价开始出现横盘 下方对应的成交量几乎是非常低的量 就像无量一样 这种情况是一个好的现象 拿错也要拿 指的就是股价处在历史的高位 高位无量的横盘走势是典型的上涨中继形态 这时候不易轻易出局 我们看到有很多创了历史新高的股票 这种形态非常多 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更早的知道 股价在顶部阻力到底是想要拉升 还是在高位要出货 通过这一个口诀就解决了我们的实际问题 所以当股价到达相对的高位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成交量 如果此时对应的量能非常的低 这个时候我们在耐心的等待一会儿 可能就会迎来下一波持续的翻倍的拉升 再来看 高位放量就要跑 跑错也要跑 这个放量很关键 指的就是股价经过一波横盘 然后急速拉升 你发现这个股票最终快速拉升到一个高位之后 出现了一个巨量 也就是这一阶段里面的最大量 在高位放巨量 我们就要跑 这是一个阻力在高位明显出货的一种形态 阻力在顶部出逃的迹象 这是通过我们讲到的量价经典 里面的一个精髓把握住一个非常实战的经验 高位放量一定要注意 放量的同时 当天最好能够出现一根大阴线 这一根阴线就优如在上方盖下来的一个 倾盆大雨的这根阴线下来 那后期股价下跌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低位无量就要等 等错也要等 这个大牛股在底部拉升之前 你发现在这个区间股价处于低位 而下方的成交量是无量状态 非常非常低的量 也就是地量 价格已经很低了 成交量还没有大的动作 所以我们要耐心等 无市当中大的机会往往都是等出来的 无量是因为阻力还没有做好拉升的准备 一带放量就是大幅拉升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阻力在底部如何筑底 筑底的同时股价在此时这种位置 阻力已经位与筹谋提前布局 股价拉升然后大起 这就是低位无量就要等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非常经典的口诀 低位放量就要跟 这是低位 突然之间放量 这种时候要不要跟呢 首先你去理解一下前方的这个位置 实际上是阻力建仓的非常经典的位置 阻力建仓在这种位置出现了放量 然后出现大仗 这就是低位放量 你可以跟 因为低位放量通常是一件好事 通常是资金介入吸筹 后期股价上涨的概率大大的增加 我们刚才讲到的量价关系里面 量升价期特别在底部出现 像是这样的阳线 实际上是把过去的阴线全部吃掉 吃掉之后股价开始连续拉升 拉升到高位只要成交量能够跟得上 股价也是会连续的再创新高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讲到的非常经典的 阻力成交量战法 给大家讲到了量价的关系 同时给大家分享了四个非常经典的口诀 这也是我们今后在股市交易中 通过它就能够帮我们做到很好的预判 股市就是用经验换金钱 用金钱换经验的场所 把我们学到的经验能够更好的实践在你的交易中 那么你就是最后的赢家 通过上面的学习 相信大家对成交量的用法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 今天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跟赵云露学炒股 我的股票 我做主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拜拜 拜拜